现在的话就讲一下这个分机不转 那么打开背板跟顶板之后 我们主要是看一下所有的连接线 有没有接好 就是分机的连接线 所有的线有没有生动 第二是检查 用手波动这个分轮是否正常的运装 如果这个没有问题的话 那可能是我们的主板已经坏掉 就这样